幼儿遇到地震时该怎么做? 小朋友,你碰到过地震吗? 如果没有碰到过,那至少也应该听说过。 地震是非常可怕,非常危险的自然灾害。 如果遇到地震了,应该怎么做呢? 地震具有突发性,经常使人措手不及。 地震开始时,如果正在屋内,切勿试图冲出房屋,这样被砸到的可能性极大。 我们应该躲在坚固的床或者桌子下面。 倘若没有坚实的家具,那么应该站在门口,门框多少有点保护作用? 应该远离窗户,因为窗玻璃可能震碎。 如果在室外呢,不要靠近楼房、树木、电线杆或者其他可能倒塌的高大建筑物。 尽可能地远离高大建筑物,跑到空地上去。 未免地震时失去平衡,那么我们应该躺在地上。 倘若附近没有空地,应该暂时地在门口躲避。 地震时,千万不要躲在地窖、隧道或者地下通道内, 因为地震产生的碎石瓦砺会填满或者堵住出口哦。 除非它们十分坚固,否则地道等本身也会震塌陷的。 发生大地震时,鸽板上的东西及书架上的书等可能往下掉, 那么这时保护头部是极其重要的。 在紧急情况下,可利用身边的棉坐垫、毛毯、枕头等物盖住头部, 以免被砸伤。